什么公司能三小时赚两千两百万 答案是疯子呆的公司 随着一声派对开始 所有员工都沸腾起来 在桌上稀释粉末 男人举着麦克风大声宣告着狂欢 员工们玩得不亦乐乎 作风放肆 如同被放养的疯子 但男人身为公司的老板 反而感到非常欣慰 因为他坚信要想赚钱就得先学会放松 男人微笑地看着自己培养出来的员工 充满了狼性与欲望 身为这所公司的领头狼 男人被金融日报的头条大篇幅报道 也被称为华尔街之狼 男人将公司从一个小作坊做大做强 成为金融圈的龙头 白手起家的故事也绝不比任何大网逊色 当男人第一次来到华尔街 成为股票公司的一名小员工时 他就倒霉地遭遇了当时美国的股灾 在这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除了经受得住大风大浪的金融巨额 唯有无人问津的小作坊会幸存 因为脱离了主流的股市 男人决定承接一些没有资金挂牌的公司股票 再以低价卖出 但这样所谓的垃圾股票 有哪个傻子会买呢 面对很难推销出去的垃圾股票 男人却从容不迫 游刃有余 因为他早已在前公司学得了真金 男人不仅能够保持高度亢奋的状态工作 而且学会了从客户的钱袋子中套取真金白银 他用极为巧妙的推销话术 夸夸其谈 专门找容易上当受骗的普通人当客户 只要向客户卖出一万他就能赚五千 好一个空手套白狼 男人的小日子过得滋润起来 又在餐厅吃饭时遇到了胖子 原来胖子早就注意到了他 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跃入锅外 让胖子十分好奇 想要跟着男人有肉吃 跃跃欲试赚大钱 胖子长期吸食粉末 这让男人开启了新世界 因为高度亢奋的工作状态容易消耗精力 吸食粉末会让疲惫不堪的男人集中精力 在战佳季 男人联手胖子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虽然几个创始人都歪挂裂草的 没什么文化 但是人有多大胆 钱有多大产 他们深应对金钱的渴望 因此有一套独门的套钱秘籍 男人拿着一支钢笔 让陌生人推销给他 但陌生人说的推销话术平平无奇 男人又将钢笔拿给了一名壮汉 让他推销给自己 壮汉借过钢笔 让男人在餐巾纸上给自己签名 但男人说自己没有钢笔了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客户需求就是如此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男人的老婆却有点看不过去 因为他们还是在坑普通人 本就没有钱的普通人会被吃干抹尽 但那些家财万贯的富豪却没人偏 男人灵机一动 该怎么空手套富豪呢 为了取得多一的富豪信任 男人决定先好好包装包装 第一步当然是导部公司 有了正式的公司名称与形象 接下来就是企业文化了 在公司中的员工应该懂得和富豪沟通的话术 要表现得出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 很快这家公司就被他们经营的风声水起 不过因为出身不够好 男人的公司在很多巨额面前只能当小弟 为了让自己早日独立成为一方之主 男人开始拓展自己公司的业务 与女协公司合作 胖子能说会道 自然成为了男人最得意的外交助手 他们利用他人的身份持股 在抬高股价一次性抛售 从而获得巨额利润 但是这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男人哪里在乎什么法律道德 只管大笔大笔的收钱 在一次泳池派对上 男人对内娜一见钟情 娜娜是个盘量条顺的大美女 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 男人很快与娜娜坠入爱河 把自家老婆望到九霄云外了 当男人和娜娜在车上偷吃时 老婆当场抓包 打得措手不及 娜娜也趁此机会上位 男人不仅准备了鸽子弹求婚 还用豪华私人游艇表白 真是穷奢即遇到了极点 男人也陪娜娜玩得不亦乐乎 好事接二连三 男人看中的女鞋公司就要上市了 这对男人来说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 因为他和胖子持有女鞋公司的大部分股份 虽然这仍然是在红线边缘试探 但男人还是大张旗鼓地要赚钱 女鞋公司的老板来到公司管理员工 但他显然吃不消这些养野了的狼 于是男人亲自出面 开始激情画饼 听完男人的演讲 大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沸腾起来 仅用三分钟股票就从4美金暴涨到18美金 这场风暴席卷了整个华尔街 男人打造了华尔街的奇迹 三小时赚了2200万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血 一个FBI的探员盯上了男人 开始调查男人的足迹 男人反侦查的能力挺强 先开门见山地找到了探员 还以大笔巨额作为辛苦费 想让探员收钱免了自己的过错 但探员轻正连结 不收一份赃款 眼看没办法拉拢探员 男人便紧急处理了赃款 准备把钱都存到瑞士银行 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银行 负责人也不能保证存款的百分比安全 让男人把钱转入他人名下 只要是欧洲国籍即可 男人的名嘴一笑 这点把戏他最熟悉了 很快他就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 娜娜的姑妈 他们一家都是英国人 于是他承接了赃款的业务 男人也动用了自己庞大的人脉资源 让这些拥有欧洲护照的人 将赃款现金捆在身上 戴在行李箱中 把赃款一拨拨地从美国运往瑞士 胖子在完事后用药物庆祝 让男人也爽一把 奇怪的是药物没有发生作用 原来药物已经过期了 男人和胖子就跟吃饭一样 把药物全吃掉了 更为奇葩的是 当男人接到了律师的电话 恐怕是牢狱之灾降临 得用投币电话机来秘密沟通 于是男人赶紧找到了投币电话机 才得知自己的全家都被监听了 好巧不巧 男人的眼前开始眩晕 刚刚吞食的大量药片起作用了 这已经不是害了那么简单 男人直接昏倒在地 几乎要瘫痪 但他还有一个强烈的意识 就是必须让在家的胖子 拒绝接听电话 于是男人只能在地上爬行 如同半身不随的残疾人 男人强悍到摸索着 把车开回了家 但却得知同样药效发作的胖子 正和瑞士银行通话 他和胖子进行了一番较量 企图把胖子的电话挂掉 即使地上都布满了玻璃碎片 他们也丝毫没有要收手的意思 就在这时胖子吃东西噎到了 男人赶紧以毒攻毒 让自己又吞下一大罐粉末 然后迅速站起来 将胖子噎住的东西敲打出来 可以料到的是 男人大磕一场后 醒来就被人压走了 不过原因竟不是脏款 而是他半身不随时开车 把其他车子撞得稀烂 所幸无人伤亡 男人只需交点罚款 但是男人不是好歹 以为自己真能逃过天网灰灰 哪怕身边监视他的眼睛越来越多 甚至调查到了几个创始人身上 但男人哪里愿意这样投降 离开自己辛苦打拼出来的公司 不过女鞋公司的老板 却事先投降 抛售了男人和胖子所持的股份 以撇清关系 或不担心 娜娜的姑妈去世了 这样一来 他名下的巨额财产也命不久已了 瑞士银行的负责人表示 他可以帮男人伪造姑妈的遗嘱 转移财产 只是得麻烦他亲自走一遭 可惜男人已被限制出行 无法做任何公共的交通工具 唯有自己开游艇去瑞士 也许是老天有眼 男人的游艇被风浪吞噬 一行人差点没命 死里逃生的男人大概吃了点教训 变得乖巧了许多 不那么张扬了 不过瑞士银行的负责人却难逃一劫 眼看负责人被逮捕 男人也被捕入狱 但案件本身与男人无关 只是负责人为了将功补过 把男人供了出来 好事做到底 送佛送到西 男人这下直接被抄家 一夜回到解放前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胖子对男人不离不弃 表示愿意陪他东山再起 不过探员找男人喝茶时提到 男人如果将功补过 将牵连其中的人供出 那么他将减刑很快出狱 于是男人反手就将胖子供了出来 男人还算有点良心 他为胖子留了张小纸条作为提醒 谁知胖子才是最腹黑的人 探员拿着那张小纸条来找男人 他才得知自己被人背叛了 很快整个公司的员工都人赃俱活 男人又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多年后男人终于出狱 重回大众事业的他 开设了培训班教人赚钱 他拿起了白手起家时推销的钢笔 随即让人给他推销 但没有人能知道精妙的话术 其实就是客户需求 男人看着所有人期待的目光 他们眼中的渴望 和当年他对金钱的渴望一模一样 就像当今火爆的直播行业一样 每个人都在等待着别人向自己推销产品 只要抓住时代的潮流与热点 就有机会赚得盆满钵满 但与此同时 渴望也向野狼张开的巨口 等待着吞噬不懂节制的人